苹果执行长库克周一出席中国大陆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同时表示他非常重视苹果在中国大陆的合作伙伴 由于这一回双11购物节 iPhone在中国大陆销量下滑 主要受到许多陆系品牌新机推出的影响 让苹果倍感压力 反观在台湾10月份手机销量排行 苹果的iPhone 16系列仍然霸榜 其次是三星和OPPO 山川西装外套的苹果执行长库克周一再度现身北京 参加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 向合作伙伴释出感激之意 库克今年至少三次造访中国会见主要供应商 寻求iPhone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和销售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 展览会场里苹果的200家主要供应商超过80%都是在中国生产 而这次双11购物节 iPhone在中国的销量出现下滑 相较去年同期下降两位数百分比 恐怕让苹果倍感压力 受到其他的中国品牌挤压的关系 像是OPPO Vivo 还有小米 华为 Mate 60系列 那一旦选择很多的话就会挤压到iPhone的销售 其实你可以看其实走出中国 像是欧美市场 东亚市场 它其实iPhone的部分还是在名列前茅阶段 尤其是台湾 中国手机市场竞争激烈 但看看10月台湾手机市场销售排行前10名 iPhone 16全系列旧霸占排行榜7个席次 iPhone 16 Pro Max 256GB 销量暴增2.4倍夺冠 三星Galaxy A55以及A15 则是保持安卓阵营销售长盛军 OPPO A3 Pro则是GD9 整体手机市场销量达到52.2万部 相较上个月总销量成长14% 除了显示苹果热度不灭 AI功能也推动换期热潮 记者黄金芬林嘉宏台北采访报导